六天公会等现在回到电线 现代唯美新意境 沈建隆港并为冲作电 现场电视出很多沈建隆这几年来 政策的冲作 每一件都会得非常漂亮 电期是到4月15号 欢迎向录面众赢得到整个观众 现场是电视很多沈建隆政策的冲作 这次的收电视作品分为两大主题 透过两种微风的境界 让大家感受到为列宿家发展 我们这次展览的创作有分成两个方面 就是一个是属于比较宫廷化的 就比较规矩的 比较富贵气的 比较华丽的 另外一个是比较冶翼的 就是比较文人的 这两种境界的东西 我会分成这两个东西 就是跟我们会话的历史发展有关系 那我们从 像我们这个会话从宋朝开始 从唐朝开始 就是属于世代夫宫廷 那个官员们 他们在主导 他们的行政角度就是说 他们的行政角度就是说 比较严的 比较漂亮的 比较结想的那种的外面 另外一排就是一些文人 文人就是 没有在做官员的 像唐宋八达家 舒适他们 他们就是在提倡文人 文人你看的 外面就比较文化的 因为他们都是特色人 他们看的就是希望说 这个外面 我们不要跟那个富贵去 他们希望的就是说 我们的外面是一些 比较有烈毛上的 比较有空灵境界的 有些有需有时 然后可以出事 那种的外面 工作标识 沈建隆的港表会 上当的有楼 到过的很多种行 这次在公会当中 我们是很难得的机会 那我们今天 陆港政公所很荣幸 可以邀请到 沈建隆老师 他的这个画展 在我们陆港的公会堂 来做一个展出 沈老师在 这个国内的画坛 相当的有名 他从小就有 这个绘画的天分 而且从小他就有 这个相当荣厚的绘画的 一个兴趣 那么这几年来 他的作品可以说 除了在国内 相当多的地方展出之外 那么也到中国大陆 到法国很多地方 国际性的这个产展 都相当得到 相当好的一个好评 那么所以呢 由于他的努力 他的天分 也造就了他今天 在国际画坛的一个 崇高的一个地位 那么我们再一次很高兴 能够邀请他到 陆港来做这个展出 这次现代维美 新一季 沈建隆港幣 从昨天 天气至四月十五号 欢迎订阅 百日时间 整个观众 新中华新闻 创丁签六甲彩虹报道